全秀歌手出道的张杰 现在已经成为了知名歌手 除了音乐道路的发展 张杰的爱情也是十分让人羡慕 前段时间 现在还在上海当下双胞胎女儿 张杰和希娜两人正式进一围新手爸妈 张杰为了迎接女儿的出生 还专门发了心血 据悉张杰的这首歌 在女儿未出生的时候就蒙熟了想法 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 近日 张杰在微博上分享工作的日常 虽然忙着工作 但仍然欣欣欣女儿 欣欣的网友发现 张杰跟脚下方的凸起 难道这就是录制节目时 晕倒所受的伤 因为一部使得侠侣 而被众人熟知的李若彤 在之中更是凭借其绝美的外表 而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而她的小卢女 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神仙姐姐 在那之后也有过翻拍 但都无法感受李若彤的小卢女形象 因而她也就成为了经典 而在那之后 李若彤也是很少出现在音频上 而在最近 李若彤接派了一则广告 从现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李若彤再次穿上了当年小卢女的衣服 这也是李若彤事隔二十多年后 再次穿上小卢女的衣服 不得不说 即便事隔二十二年 但李若彤再次穿上这衣服时 依旧是那个不是人间烟乎的小龙女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不分留言道 这才是真小龙女 真仙女 我女神还是那么仙 无论时光如何变仙 你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姑姑 别情若有定 千般煎熬又何如 莫道黯然销魂 何处柳暗花明 过儿你到底喜欢谁